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一暧昧就秒晕头吗? 十个恋爱脑尽逃,看看你是否有晕船的体质 单身日子过久了 你生活中如果突然出现那个,诶,不错的对象 此时你大脑呢,很可能就会一瞬间被那个 暧昧的粉红泡泡给淹没 开始出现很多,诶,不必要的恋爱幻想啊 跟浪漫期待,让你一秒晕船吗? 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个恋爱脑的尽头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我来分享一间在北车的不现实咖啡厅 叫做丁咖啡 这间咖啡厅呢,我也是意外的发现 因为它非常的隐秘 它隐身于后火车站在太原路上的二楼 基本上你从太原路上走过去 你真的不会发现 那我为什么会找到? 因为我开了Google看 想说查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咖啡厅可以坐一下 才发现这间应该是新开没多久 那这间店呢,他们主打就是不现实 然后他们的营业时间我跟你说有够长 它是一间深夜咖啡厅 它从早上的八点开到凌晨的三点 你没有听错 而且它店内呢,只贩售咖啡跟茶饮 没有任何什么蛋糕啊 连吐司什么轻食都没有 就是只有卖饮料 而且它就是不现实 所以你可以点一杯饮料就可以坐很久 所以非常适合 你有K书需求 或是你就是想要找个地方安静静的看一本书 不要被打扰 因为那边相对比较安静 所以那边比较不会聊天 大家都各做各的事 或是你可以小讨论一下 但是就不能够长期的讲话 那如果你是那种SOHO族 需要用笔电工作的话呢 那边也超级划算 因为他们就是可以点一杯饮料 然后有插座 店呢,也很宽敞 那就是很舒适的一个空间 因为蛮明亮 很多窗台 然后冷气也是蛮强的 而且还有一只电猫会在那边跑来跑去 所以我个人觉得是适合 如果你有想要找个地方安静的念书 或是要小工作一下 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这一间叫做 丁咖啡的不现实咖啡厅 就在此推荐给你 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 会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 按赞追踪起来 我在限动都发很多有趣的即时新闻 还有梗图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 好啦,回到今天的主题 一暧昧就 描晕头吗? 是个恋爱脑的尽头 第一个就是呢 一暧昧就整天在等讯息 如果你就是很久没谈恋爱 然后出现了一个暧昧对象 开始跟你比较乐络的互动 那可能不管你们是从哪边认识的 教育软体也好 或是朋友介绍 或是路边认识的 最终你们都还说 回归到用通讯软体在聊天嘛 所以你只要一暧昧 就陷入那个手机不离声 就是生怕错过对方的电话 或是害怕说 我若挽回讯息 对方会觉得 我就是在敷衍他 然后很冷漠这样子 所以你就会一天到晚 就在check你的讯息 更新 不断地在那边滑手机 然后即便连洗澡上厕所 都要拿着手机 害怕说哈喽 传讯息给你没接到 就坏了好事 而这又第一点 就是一暧昧 就整天在等讯息 接下来第二点关说 恋爱脑的尽讨呢 就是二 才刚开始暧昧呢 就开始幻想各种 交往之后的生活 有没有那种状况 就是你才刚认识一个人 没多久 maybe才聊过几次天 约过一两次会 你就开始在编织 各种粉红的幻想 他说 哇我跟这个人 之后如果他同区 我们要住哪里 要去哪边玩 或是诶 如果真的不小心结婚的话 我们要怎么安排 那个规划 是要双星吗 那小孩子要生几个 那他生男生女的名字 如何 就是你会幻想很远 但明明 其实八字还没一撇 人家只不过 跟你聊过几次天 或是约过一两次会而已 而这种状况 也是一种 恋爱脑的尽头 接下来第三点关说 恋爱脑的尽头呢 就是三 有心仪的对象呢 就从你的朋友圈 失联 讲简单一点 就是标准的 有异性 没人性 就是你身边 如果出现一个 不错的对象 你可能就把自己的生活 重心全摆在 这个对象身上 那就跟你的亲朋好友 完全性的断联哦 人家约你吃饭 约你去 原本你们可能 一周会打个球啊 喝个酒啊 哎 消失 怎么约都约不出来 那你的休闲家 这都拿来约会 那哪怕 你就明明没事在家 但你以后就会说 不要 我要把这时间先空下来 就是等待对方 很愿意出去 或者是 你就会期待 说我要把这个空档 留给那个 然后另一半 那种状况 也是标准在 恋爱脑的行为 接下来 第四点关说 恋爱脑的尽头呢 就是 对象邀约你的时候呢 你势必就是会 排除万难的见面 讲到这一点呢 其实很多 两性专家都有在说 因为恋爱脑真的很容易 就一谈恋爱 或是一暧昧 就会陷进去 这个状态里面 遇到暧昧的对象 对你提出 哎 他有空哦 临时可能 下班之前突然跟你说 哎 我今天可以提早走 要不要见个面 要不要吃个饭 或者他会跟你说 哎 我六日刚好有空 我们要不要去看个电影 就是只要对方提出 这个邀约 哪怕你真的忙得要死 或是你再临时 你就事先已经安排了 满满的工作 或是你跟你朋友有约 跟家里有聚餐 或是你有什么活动的邀请 你就一概 全部的推迟 或是顺延 一切的人生行程 人生的首要的任务 都是摆在这个人身上 就是以约会为主 但其实很多的专家都说 这是约会 或是暧昧的过程之中呢 你还是要拥有自己的行程 你还是要保有自己人生的重心 不要就是什么事情 人家约你就去 你如果本来 就是你有个很重要的工作 或是你有个 很久之前就约好的局 但是刚好撞起 他因为他临时约你的 或是这个人突然问你说 哎 晚上要不要吃个饭 但你明明就已经 给人家订好时间了 那有时候 你反而适时地跟他说 我真的不行 因为我跟我朋友有约 那我们可不可以改个时间 或是我真的有事情 我在工作做不完 但我很希望可以再跟你见面 那会改其他天 这样子 如果你这样子 维持自己的生活节奏 对方反而会 因为觉得你 很重视自己的生活 很在乎工作 他反而会对你另眼相看 所以过多的恋爱 反而有时候是坏事 不要以为说 他约你都见面 这样是好的 如果不去的话是很失离 其实有时候如果你有正当的理由 可以说的话 那其实适度的回嘴 也是没关系 而就第四点 接下来第五点 关于说 恋爱脑的尽逃呢 就是五 对方稍微冷淡了 你就会焦虑到失眠 或是就很忧郁 你就遇到那种 要回不回的讯息 或是有些人会突然搞失踪 就是不回应你 然后整天不见 半天消失 然后在出现的时候 就装没事 那他消失了这过程 或是他不回你讯息的时候 你就会整天的心情受影响 可能就是在看讯息 或是在挖他的社群 想说他到底为什么不回我讯息 甚至严重的话 还会焦虑到失眠 想说他是不是不理我了 他是不是没那么喜欢我 或是他是不是有其他人 这样 就是恋爱脑人 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困境 还会跟朋友不断的诉苦 想要咨询别人的意见 然后寻求为什么他不理我的原因 还有解放 我是不是有些方法 可以让他赶快回我讯息 或是不要这么冷淡 而这就是标准的恋爱脑行为 这是第五点 接下来第六点 恋爱脑的尽头 就是六 整天无心工作 然后一直在想着 约会 想着对方 就是一有暧昧的机会 你整个人的全心全意 就会栽进去这个人的身上 那就是无心上班就算了 甚至你连跟你的同事的开会 跟你的亲友在吃饭 跟你朋友在聊天 你就是人在 但是心不在的状态 就是一直在思考着说 等一下见面的话 你要穿什么 下次约会要去哪边吃饭 要怎样安排行程 或是思考说 他现在这个人 他现在在做什么 抑或是不停地在 那搜集一些话题跟新闻 想说等一下这样 可以跟他聊天 等一下可以问他这件事情 就整天的心思 都摆在这个人身上 跟暧昧这件事情上面 而这也是标准的恋爱脑 接下来第七个恋爱脑的尽头呢 就是看到任何事情 都会联想到对方 延续上一点 就当你单身很久了 身旁出现一个 不错的对象现身 此时呢 你生活中真的是看到什么 你都会自动地连接到这个人身上 看到红色 你想说 他上次跟我说 他喜欢红色这个颜色 是不是要买来送他 或是赶快把它记下来 跟他分享 然后看到什么 有趣好玩的什么展览啊 新的店家啊 或是什么好吃的餐厅啊 新的电影啊 或是什么观光景点啊 都要赶快储存起来 或是丢给他 跟他分享 就是看到任何事情 都是全心地放在这个人身上 那一点都没有再思考你的 最近生活 最近的工作 或是你家人 是不是最近有些问题 你需要去帮他解决 就是完全栽在这个暧昧里面 那这也是一种恋爱脑的现象 接下来第八个关于说 恋爱脑的尽头呢 就是把别人释出一点善意呢 你就觉得 诶 很像有机会哦 这一点就是很标准的恋爱脑 就是 哪怕这个人只是偶尔 就是比方去早餐店 固定跟这个人买早餐 然后他只是偶尔 可能因为你变成常客 他就比较礼貌的示好 或者他会特别注意说 你就是习惯都吃什么 那今天比较晚来哦 他只是客气地跟你闲聊几句 那恋爱脑比较严重的人 就想说 他是不是对我有那么一点意思 我是不是有那么一点暧昧的机会 那内心就会很澎湃 然后延起很多的粉红小剧场 而这个状况其实也是蛮严重 也是标准的恋爱脑行为 接下来第九个关于说 恋爱脑的尽头呢 就九 焦虑不足 那个不足是来自于自己内心 觉得自己印象不够好 或是担心对方不喜欢自己 就是每每有暧昧的对象出现的时候呢 你就会开始担心说 这个人好像跟我相处得不错 但是他我很像有点匹配不上他 他怎么可能会喜欢我这种人呢 他应该看不上眼吧 你懂吗 就明明你们已经开始暧昧 开始约会了 你还是会时常焦虑说 他会不会其实还有别的对象 或是他其实会不会有一天就突然溜走 他只是跟我玩玩而已 就是会想很多 那这也是一种恋爱脑的尽头 接下来第十点关于说 恋爱脑的尽头呢 就是会翻对方的社群 然后延续上一点 就是会担心情敌 或想要搜寻他的前任之类的 就是生活中出现这种心仪对象的时候呢 天才或女神 你就会开始私下默默地当起侦探 不断地在翻阅对方的各种社群资讯啊 想了解对方的一些兴趣示好之外呢 你也会好奇说 他去过哪边玩啊 可以当作话题 或是什么理想型啊 或是对方的生活 你也想了解 他的学校啊 他的工作啊 各方面 甚至你最后面还会开始搜寻 说他是不是有其他的对象 现在是不是还在约会 或者跟别人在聊天 这些东西都会让你内心有很多的不安全感 也是因为这样子呢 就是所谓的恋爱脑 就会影响你的暧昧的心态 跟那个状态就会变得很奇怪 就会患得患失 好啦 今天就是以简单的十点来聊聊关于书 来检测一下你是否有恋爱脑的尽头 希望提供给你做参考 听完这一集 不管你自己觉得 哎 我有没有恋爱脑 或是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希望提供给你做一点简释 那不管你有没有什么疑难杂症 或是你对这一集有什么建议 都欢迎到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来跟我聊聊 那如果是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会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叫我IG 其实你应该私讯跟我联系 好啦 就是今天的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 chING 走吧